兩輛車發生車禍 其中一輛計程車被撞進田裡 整輛車泡進泥水中 後車廂被撞到凹掉 保險桿斷裂 另一輛轎車則是車頭毀損 左側車輪還卡在水溝上 計程車司機逃出車外 後座還有兩名乘客 分別是八十五歲的賴姓阿嬤 跟她六十歲的媳婦 阿嬤受困車上被救出來的時候 肋骨多處骨折 緊急送醫 老阿嬤痛到不行 她才剛在苗栗醫院 動完腰部手術出院 媳婦來接她 兩人搭上計程車不到五分鐘 就被後方轎車猛撞 衝進田裡 招式駕駛師為什麼沒注意車前狀況 追撞計程車 詳細原因 警方要詢問釐清 而這場車禍 造成阿嬤和她媳婦受傷 阿嬤傷勢嚴重 除了肋骨多處骨折外 還有左側血胸 她才剛開完刀出院 卻又碰上車禍 被送進家戶病房搶救中 阿嬤傷勢 阿嬤傷勢